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打算写一本名为鬼欲的恐怖小说挑战自己 由于是第一次写恐怖类型的小说 所以女主迟迟都找不到灵感 但是没关系 因为这天女主回到家后 突然感觉家里好像有人 可是回头去看却又发现没人 并且洗手池旁还多了一座长发 由于女主留的是短发 所以她敢断定这头发绝不是她自己的 那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女主家不是进小偷了 就是闹鬼了 本来遭遇这种事情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应该非常晦气的事情 然而对女主来说 却是犹如雪中送炭一般 结了燃眉之急 因为这样女主找到了写恐怖小说的灵感 后来女主家里面发生的怪事 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真实 比如洗澡间里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 比如电视机花洒等东西 突然自己打开了等等等等 可是这些诡异的事件 并没有给女主带来多大的惊吓 反而让女主惊喜的是 她的创作灵感 犹如圆泉一般用之不尽 哎 这他妈实在是让炮哥我佩服的六体头地啊 不过很快 眉毛爱就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当然你放心 这不是鬼在敲门 而是女主的前男友眼镜男 来找女主想要与之复合的 原来在八年前 女主是眼镜男的小三 眼镜男本来答应女主 会快速和老婆离婚 然后再和她结婚的 可是女主哪里料到 眼镜男口中所指的快速离婚 竟然整整耗时八年 八年 人家小姑娘都能变大嫂了 你还想破镜重圆 何况现在的女主 已经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所以就直接拒绝了眼镜男 回到家后的女主 开始继续给自己的小说马字 可是当女主删了一段稿子之后 不知道什么原因 竟然就昏倒了 最后 醒来的女主 看着屏幕上的小说剧情 竟然隐隐约约的 感觉自己好像经历过一样 所以为了弄个明白 女主就跑了出去 想要体验一下 那种似藤相识的感觉 然而令女主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体验 绝对能够让她终身难忘 先是在坐电梯时 被一对祖孙 一惊一扎的动作 吓了个不轻 然后这祖孙俩 竟然还在电梯抵达最后一层后 继续往下降 并且这里也没有地下室 所以女主被吓得 当时就跑了出去 只是当跑出小区后 女主猛然发现 原来热闹的大街不见了 眼前的一幕 反而犹如她鬼域小说里的场景一般 残破不堪 但是鬼域 如果没有鬼的话哪能行 所以很快 天空就掉下来很多鬼 看到女主就是一对猛追 并且女主跑着跑着 前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了 那么接下来 就给大家出一道选择题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人是你 你是选择转身 和鬼鬼们此刻到底 还是选择直接跳崖呢 然而 反正不管你们是怎么选择的 可是女主却是选择了 走楼梯 最后女主通过楼梯 又来到了一个类似学校的地方 碰到了很多的小鬼 接着穿过学校 又来到了一个游乐场 在游乐场里 女主终于是碰到了一个 有点像正常人类的老头 老头告诉女主 这个世界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 在人死后 或者是被人类遗忘的东西 都会被送往这里来 不过这个世界的储存空间 也是有限的 当储存满了 就会被格式化一次 当然也并不是全盘格式 而是分批处理的 这样的话 也就相当于 给了这个世界的鬼魂们 一些躲避的地方 并且很不巧的是 今天这个地方的储存刚好满了 所以女主为了不被格式化 就只能再次选择逃跑 最后女主逃到了一片森林里面 并且还发现 这个森林里长满了人参果树 当然和人参果唯一的区别就是 不是你吃它 而是它吃你 危机关头 幸亏还是一名红衣小女孩 出手救下了女主 然后小女孩一路带着女主 来到了一个图书馆 这里存放着 大批被人类所遗忘的知识 同样也有着 通往人间的方法 最后 在一位图书馆领员的帮助之下 女主终于找到了 回人间的方法 但是回去的路途 却又有着诸多的关卡 所以小女孩就决定 送女主一程 第一关是一座断魂桥 想要过此桥 就必须要屏住呼吸 伪装成一个死人才行 不过反正这桥也不是很长 所以憋气就憋气呗 但是关键还不让走太快 搞得跟慢放一样 然而慢放就慢放呗 但这其中一段 图木桥是几个意思啊 这他妈不是男为我吗 所以最后女主还是掉了下去 不过你也千万不用担心 她只是掉进了一个 肉嘟嘟软绵绵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所有人出生时的地方 只是这里现在 却充满着被人类所丢弃 或者堕胎打掉的婴儿 这些婴儿虽然没有什么攻击力 可他们的哭叫声 却是让女主揪心不已 因为曾经的女主 也因为眼镜男而做过一次胎 好在最后 又是在红衣小女孩的帮助之下 女主才走出了这里 出来的女主 因为精神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导致身体变得虚幻了起来 最后还是小女孩 用她那柔弱的小手 耗费了大量的体能 才帮其恢复的 接着女主和小女孩 又来到了一片乱坟岗 这里全都是一些 被后辈们所忘记的死人 没有人给他们烧纸 也没有人给他们送花 所以最后 他们都把女主当成了财神爷 可是女主哪里有 那么多的花和纸钱啊 索性还是之前的图书管理员 给女主拿的一点路费 起了大作用 女主把纸钱 撒向了空中之后 就趁乱离开了 然而就在女主 即将快要逃到 通往人间的大门口时 后面却追来了 一大堆妖魔鬼怪 丧尸等东西 并且速度极快 原来这些鬼怪 都是女主小说里所写 但后来又删除的人物 不过也正是因为 女主还没把小说给完结 所以在简要关头 这些鬼怪们 也就定在了那儿 动弹不得了 不过女主虽然得救了 可是小女孩却是因为 离充满洋气的人间太近 而倒下了 在倒下后 小女孩终于是鼓足了勇气 叫了一声妈妈 原来小女孩就是女主 八年前堕胎所遗弃的孩子 此时此刻 女主再也忍不住了 她泪声俱吓地 想要带小女孩离开 可小女孩却说 虽然她也很想 和妈妈一起离开这里 可世上总有一些东西 是丢弃之后 再也找不回来的 这里是鬼欲和人间的交界点 最后母女二人被强行分开 女主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 并且回到现实世界的女主 还看到了家里 另一个正在写小说的自己 像是在诉说 原来女主也只是一个 小说里的假人物 最后电影结束 然而看完本片之后 炮哥想说的是 他虽然没有给我带来 太大的震撼 但是却足以让我回味无穷 认真看完本片的我 甚至有一种 贵不会另外一个女主 也是别人小说里的假人物呢 贵不会连我自己 乃至这个世界都是假的呢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的